你打十年我也能给你改过来 你打二十年 你打一百年我也给你改过来 我现在握拍老是苍蝇拍 我现在高远完全打不远 改握拍的方式还来得及吗 刚打七个月 你打十年我也能给你改过来 你打二十年 你打一百年我也给你改过来 为什么 因为你苍蝇拍的握拍 它本来就不是错的 你用苍蝇拍的握拍 势必会引发的是什么动作 是封网动作 你这个动作放在底线 它确实是错了 苍蝇拍 好 你这个东西它放在底线 它确实是错的 但是这样的握拍 来从后面给我发 咱俩练压抽 如果放在往前 来咱俩压抽 它还是错的吗 不是吧 也就是说 你只是在后场去做封网动作 你懂我意思吗 它根本压根就不是后场动作 你后场动作重新学 你压根就没学过 我说错了 你不信你试试 你学封网学的快不快 你打了七个月后场封网 别在后场封 去往前封 那咱们就改 你后场的就行了 你首先最难的就是握拍 对吧 新手改不过来握拍 就是因为新手总选把球放在你前面的 这球来了 你们看你们身体姿态 我就知道这个点 你不用跟我说 我感觉它已经很高了 你看你的身体姿态 你要这个姿态 你就不用想了 它肯定太浅了 打不了 你就不用想了 这肯定是错 太浅了 你要知道 我打一个额头上方的一个球 你知道我的人得处在一个什么姿态下 才能打到一个额头前上方吗 行 我真的是在额头前上方打的 我的人已经都这样去看球了 也不仅仅在旁边看 你看我是不是在额头前上方打的 只不过你们没有想到 额头前上方居然是这种感觉而已 我不是在额头前上方打的吗 我停在急修点上 我慢点回 我慢点回 别告诉我不是 那你身体姿态要那么正的话 你能这样打球的话 来 那还不是太前了 那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我这个样子 你一看就觉得这个球很容易打到 对吧 我只要伸着手去 好像 你看我手就打着 这是很好打着的 你真的把这球放在你上面 来 哎呦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在挥 我都打不着 这个地方你本身对你来说 你是不容易命中的 你自己会本能的把它规避开 就是这个正确的点 好了 所以所有的新手都选往前放 你往前放 这么前的点 唯一能对应的一个握拍 你现在想用这个正确握拍 你想把它拍面打正 都逃不正 你就得转成苍蝇拍才能打正 所以说这压根就是个苍蝇拍的地方 那这就是个苍蝇拍的地儿 你想改握拍 把点先往上移 当你能把点移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用苍蝇拍再打一个 我看看 高点 我告诉你啊 要么压腕 要么高射炮 你选吧 什么叫要么压腕 你想让这个球正常 你就得撰手腕 正常回 你要是不撰手腕 这个球绝对是 绝对是高射炮 好了 那在这个点的时候 你如果把球拍握成我们所说的正确的角度 也就是虎口 对准拍框 偏内侧一点那个位置 虎口 这个缝 一定要清楚 每个教练说虎口的位置不一样 我说的是 你拇指跟旁边的缝 你不要张开看 你要张开看 那就是最中央 对准拍框 好吧 那你这个位置就只能打高点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高点的时候 你拍的是最正的 这是最舒服的一个姿态 你朝外朝里 它反而都不舒服 那你自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打球来 它顺理成章的就可以用到这样的握拍 当你能用到这个握拍的时候 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什么动作 内旋 一切都变得合理了 也就是说 当你想改握拍的时候 你首先一起要变的是什么 是击球点 灰拍工作 当你的握拍 灰拍 击球点 击球点 全都对的时候 你什么问题都能改过来 因为我当时发过一个作品 你想改这三件事的任何一件事 你单独改都改不了 你必须得三件事一起做才行 我是不是直播的时候经常讲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现在 我苍蝇拍 有的人告诉你 回来 镜头回来 你握拍不对 你要握成 刚才我说那种正规的角度握拍 如果你的灰拍动作和击球点不变的话 那你打出来是这个情况 如果 灰拍和击球点的情况不变的话 何彗晨这种情况 往左销 这是什么 这是你握拍对了 击球点不对 击球点不对 那自然动作就没拍对 好了 有人告诉你 你的点太简了 你得把它往高放 好了 你往高放了 但是你握拍还是苍蝇拍的握拍 你就会出现压手腕或者冲天炮 要么就是什么 你动作对 你动作对了 击球点不对 比如说我做了大臂带小臂的动作 但是你握拍却还是苍蝇拍 你想想吧 正常的握拍 我一内旋 它正好是正的 你再把球拍往这边转一点 成苍蝇拍 我一内旋 那可不就往右边削了 所以你们还没看明白吗 你必须得握拍 握成这样 击球点再高点 握拍动作 做大臂带小臂内旋 你同时把这三件都做对 你立马就会 而且你不光是改握拍 你是直接就会了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只有可能一下会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改 有很多教练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一直在死白小朋友的握拍 哎呀你握拍又错了吧 你握拍又错了 人家孩子不知道自己握的错吗 小朋友不想改对吗 他的机修点那么前 你让他在那个点打他 怎么打他都改不过来 那还用说 那还用说